大新的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正況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那其實還有很多聊天室的網友 剛剛一直在裡面刷 巧新 巧新得第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巧新議員最近又有一點 被針對 被言上了 我們請議員自己幫我們講一下 目前的最新進度 其實也沒有什麼最新進度啦 就是說一開始事件是 那我微停在先嘛 所以這個部分也要再跟大家道歉 違規停車是錯誤的示範 我日後會改進 那就碰到遠景來開單 那過程當中有一些對話 那包括我也去問他們 現在的這個執法的方式 通常是怎樣等等 這些我之前都講過了 那總之呢 我們講到比較新的就是說 在這個事件後來被 先PO在遠景的IG上面 然後又有一個不知名的網友 他把他爆料在PTT上面 那他的標題就寫說 徐曉星不讓遠景開單 那我想這句 光是這句話就已經確定是造謠 所以呢我就直接講說 我會對這個人提告 因為我不只是說 我沒有說不讓他開單 我甚至說希望他可以趕快把單子開下來 這樣我們比較好做事 那所以這個分局他們了解情況之後 也確定我講的是對的 這個人是造謠 所以他們當然也出來講過 包括我的辦公室 四年以來我 我的同仁跟所有的民眾 我沒有做過任何一件 關心交通罰單的事情 一件都沒有 有沒有議員在做 大家自己去問都知道 但是我是一件完全都沒有 那總之呢 這個人就是VIC112 他知道會被我告之後 他晚上他就寫了信給我 跟我道歉 然後呢過程當中 我還跟他聊了非常多 因為我也想要理清整個過程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本來講說元景跟這個人是不認識的 那元景也是這樣跟他的長官說 說他們不認識 他是被人家不知名的人截圖 拿去爆料的 但是事實上他們是高中同學 然後呢事情發生之後呢 他就找上了這個VEK 112 然後他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那就請他說 是不是有一點暗示的方式說 是不是可以拿去PO在八卦版去爆料 那爆料之後呢 就造成了他有造謠的情形 因為我沒有說不讓元景開單 那所以這個人他才非常慌張 覺得會被告 然後跑來跟我道歉 那後來網友就很厲害 那也找出了這些資料 然後證明說他們其實是認識的 不是說不認識 而且這個VEK 112 那可能是 因為他們就是肉搜嘛 可能是某一個 綠營側藝粉絲頁的版主 那這個人我也要幫他講 他跟我說他不是 他跟我說他不是 但是呢我也沒有辦法完全相信他 因為網友所公佈的那個臉書 就側翼臉書版主的英文名字 那跟他當時私訊我的英文名字 確實也是一致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確定他是或不是 那我也把他跟我的說法跟大家說明 那這件事情可能要日後 那在法院裡頭 那我們大家才能去檢視說到底真相是什麼 但總之呢就 維庭的事件就造成了這個側翼 繽紛26路要取我小命 維庭真的是我的不對 但是呢我想這個網友他造謠說 我不讓遠景開單 這也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說法 所以我基本上我一定還是會去提出稿輸 我先問他 但你來家餐廳這麼好吃啊 義大利麵 我已經宣傳過很多吃了 因為一直嘴泡我們技術室一直在問 叫那個S Plus 他是賣義大利麵 因為其實我很常去那家店吃飯 我很常去那家店吃飯 所以我也不曉得說 一切都是剛好還是怎麼樣 那當然我就想說 好吧那大概是碰巧吧 那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也希望說 那既然對方已經跟我道歉了 然後呢我也說 我該提告還是會去提告 然後我也跟大眾道歉 就說違規停車是不好的行為 也希望事件可以趕快落寞 沒那麼單純 我覺得一開始那個警察 就是在挖洞給你跳 因為你要他開單他不開 然後後來他還會截圖 後來還有人這麼巧合的 可以配合網路操作 沒那麼單純的小心 你被挖洞 我自己上個禮拜也被警察 也被國家暴力處理過 有 我看到了 那個影片 他們甚至有警察也看不下去 直接把他的那個 密錄器的執行 截影片給我看 用警察的角度看 我本來以為說 因為我被警察拖走 我以為我的助理 是被警察架走 結果不是 警察自己看不下去 接給我看 是十個制服的壓在他身上 三個便衣的在旁邊指導 就是這種狀況 然後國家暴力今天已經 泛濫到這種程度 他不是單一 他是接二連三 他只要覺得你是他要處理的對象 所以我會建議 巧心自己 因為他自己是台北市議員的身份 請你問一下台北市警察局 現在警察到底政治真防相關案件的幾分 是多少 竊盜是多少 槍支是多少 警察辦案都是看幾分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請台北市警察局公佈一下 現在政治真防相關的幾分是多高 那全國警察我相信都差不多 這個狀況我們大家要理解就是說 為什麼警察他會一開始 就用這種疑似挖洞的狀況 在錄徐巧心的影像 然後徐巧心跟他說你開單 我拜託你開單 你趕快開單 講了五次之多嘛 因為他一直要把身份證退還給我嘛 那我覺得說不是 我是在跟你討論的事情沒有錯 但我不是叫你不要開單 你幹嘛一直退給我 那他好像有唱你的名嘛 有有有 所以他要錄到嘛 他要錄到確實就是這個人 我要開單 跟有一番推阻的這個狀況 那後來因為還好你有請他開單 這句有錄到 要不然我看這個瞎操作一番 撿出來十秒鐘立的戲 這個東西你絕對 不要以為就這麼純巧合 警察爆料網軍鋪上去弄 你不能把它視為一個單純就是巧合 或是這麼無辜的一個狀況 他們會在第一時間想要滅火 想要幹什麼 我相信巧心也知道網軍是怎麼操作的 巧心也知道說這些人 出了事會出來止血 是因為背後怕被扯出更大串 我們大家都講明的就好了 那PTT上面他們在怎麼玩 跟能夠丟什麼 跟他們真正選舉的時候開始 怎麼賣帳號 跟怎麼再去鎖人家帳號 怎麼把人家水桶住 跟怎麼樣玩他們自己想玩的議題 這個你再過兩個月選舉一日 民進黨的那一套 你又全部都看得到了 那拜託警察 你們是國家的公務員 你們該保護的是善良的老百姓 而不要為了那個一點點的積分 去泯滅天良的想辦法在民進黨現在 尚有耗者下臂勝焉的去投其所好 去虐民去幫國家政權當政權打手 然後你還放真感情當政權打手 這樣就是真的違背了整個法治國的基礎 有就是說你自己以前跑社會跑那麼多年 跟警察也很熟 這次的案子算是很特殊喔 我不會特別想去批評警察什麼 這個是不是跟警察有關 這是世代的關係 因為現在這個世代跟我們那個時候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我們只有媒體 只有傳統媒體 大家如果想要做什麼事 你只能透過媒體 現在是人人都媒體 所以痠啊 爆啊 這種是變成大家的習慣 那警察因為現在的政治氛圍 很多警察其實也不像以前 那麼樣的中立了 很多是這些決心去當警察 那你講他會怎麼看許小新 這很正常 你看到他見面欣喜 不要無限上綱說警察怎麼樣 警察也不過是各個行業其中一個 今天許小新遇到護理師 遇到醫生也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拜託我們大家不需要特別講警察怎麼樣 警察沒有怎麼樣 他只不過是一個行業 他脫下制服他也是一般人 旺旺水神呢 他是微酸性電子次氯酸水跟病毒細菌 作用之後呢 他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